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 新聞的郭王 來讓大家看到更優質的新聞 然後這個案子的起源是 在去年年底的時候大家都 透過電視新聞報導 有選舉的事情 然後都看到台灣的 有些電視新聞有這麼的爛 然後跟我一起福利的替代一難 就想要提到 我們的機關就是可以 放一些比較優質的新聞 放什麼農村直播中間直播之類的 那可是這時候主管就跟我們 提出一個很好的問題 就是說你要放哪一台 就很快回答說恭喜 然後他就說 公司的直播沒有二字角色都放心 那所以我們就開始要解決這問題 要去做一個很簡單的程式 去做說就是在直播時段的時候 就是播放公司的直播一部頻道 然後沒有直播時段的時候 就播放就是前一次最新的 新聞節目 那最好是在這個新聞節目之間 可以再播放一些政策宣導的影片 這樣才會想好啟用這個程式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就是第一版的網站 那你看左邊他就在固定的時段 會播一些公司的節目 然後在中午的時候他會切到公司的直播 台語播就是台語新聞 那在那之間他會播就是 右邊這個顯示出來的 就是他們給自己插入的像場影片 然後按下去播放之後他就再播了 然後因為最近要推移 所以就開始想說要怎麼樣 第二版片得更好 那第一個就是要做出更好的界面 因為像上一個界面 你看到他沒有辦法很容易的去編排他串流界面的內容 然後也想要從單機版深層 網站版跟更多人可以使用 然後也用就是resource 可以在手機一般上面播放 因為那個其實YouTube的那個Player 可以透過那個Compask 得到電子上面 然後也要想一些方式去讓就是 就是這個案子可以跟節目跟牆 牆不會被就是那個中間版 所以這是第二版的節目 那你看到上面就可以透過一些語言的選項 然後或是看這個節目有沒有字幕 去做篩選 然後就是也會有比較好的機會 那個選你要串場的影片 然後你也可以設定說串場最多可以放多久 因為現在有一問題就是 如果正規節目太長 太短然後串場就會很長 然後目前的進度是 我覺得大衝的時候 已經把前端完成 然後六月的電視中 就是透過Captain的幫助 他也有讓那個新聞上版之後 會智能跟Fivebase的提案 然後那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連端 連接前端跟資料簿 然後要完成賬戶跟路跟上場景單 儲存過門 然後希望下午前可以上線 然後會VI或是NO 或是Fivebase的人就歡迎來找我 然後在slack上面就是BJ 謝謝